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看我的视频 我是阿豪 ATHash 今天啊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里面 旁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流中文汽车媒体 iGarras的 Asim哥啦 今天鼓这个荣幸啊 Asim嫂 坐在后面陪我们一起录节目 今天这个车啊 哎呀 你们看那个探尿还有看那个标题就已经知道了 也不用猜 就是我们的 Malaysia小车Polo Dua Viva 这辆车叻 其实我之前也是车主啦 Asim哥也是车主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辆车 为什么这样旧的车还要再聊 原因比较简单啊 就是因为很多中学生啊 还是刚刚毕业出来的一些学院生啊 他们可能会想要买第一台车 很budget的选择咯 对 但是他们又不想买新车 他们会觉得负担比较大 可能他们的爸爸还是家里人 我给你一个20圈你自己就选 可是就是那个budget就在二手车的那个range嘛 或者他们爸爸没有给budget 自己要想办法熬出来一个budget 去弄一辆二手车 所以很常给大家考虑到的 就是Viva 阿西亚之多 这些车 当然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辆Produa Viva 当年我会买这辆Viva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的Satria Neon Accident 虽然没有Dotal loss 可是那辆车已经不好驾了 OK 我就想要把它卖掉啦 换比较经济的一辆车 那时候的选择其实不多 Myvi 1.0 Viva 还有Saga 都是差不多在这个价位 我不想买Saga 是因为它的cope真的没有很棒啦 在那个时候 现在好像慢慢比较有 一点起色对不对 对 没有错 OK 恭喜你阿Produn 那时候为什么Myvi和Viva之间会选择Viva呢 原因比较简单 是因为我家里已经有Myvi了 我不要跟我爸爸用一样的车 不是他用的很好你要继续用这样子吗 其实他用的很好 可是我就是TQ 我想要不一样一点 所以就选择了Viva 还有一点是我老婆 我那时候的女朋友 现在已经变老婆了 他也是不喜欢Saga 所以Saga是完全被排除的 就买了Viva 在那一段期间里面 其实我觉得Viva真的是一台 不是hybrid的hybrid车 太省油了 真的 超夸张 我可以一个月只打两次油 哇 真的超深 它油感好小 对它油感好小 不是很整 够轻 够口松 这个无可否认 当年我花四万一千买Viva 现在四万亿啊 已经可以买到有Traction Control 有Behabilitation Control的车了 是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 现在的这个汽车行业啊 大家都在丢料啊 对 没错 真的是要谢谢那个领头羊啊 嗯 对 不管是哪一个厂商 只要是你刚开始丢料 其他厂商就会没办法要不跟嘛 压力啊 那时候花四十一千买Viva 现在回想哇很贵啊 现在的车好像可以很多 真的真的真的 你这台买多少钱啊 我这台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 我买Viva Elite 我那时候买车只有两个考量 第一 我要Power Steering 第二 我要Automatic Transmission 因为这两车是我 就是上吉隆坡工作 我的代步车 你如果要我在吉隆坡开车 开Manual Transmission 不是不可以 我会觉得我的人生很煎熬 对对对 就是你在吉隆坡已经很煎熬了 然后你要找一个更煎熬的条件来虐待自己 我觉得说没有必要去那么extreme 所以那时候我的条件就这两个而已 我那时买的是EZ版本 可是没有ABS 没有Airbag OK 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 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威胁 高峰性族群 尤其是那时候已经有讨论要结婚 要成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 我就想要换一台安全一点的车 确实 才买了我的Private 不过讲回这个Viva 其实在那个时候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回忆 因为它真的非常low cost 它的maintainance 真的超便宜 我这辆车子其实 没有现在我没有在驾着啦 我家里在用着 就在市区Berdubaha的市区走走跑跑 然后也没有什么需要照顾的嘛 这辆车子也没有太多需要maintain的地方 对对对 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些机械构造 而且这一颗引擎 这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480 其实它没有问题 我的黑油已经那时我上次回来 我去查一下它已经过了一万多贯 然后那个油已经是粘到 要变gris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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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一个影片也是超过八千 没有service 那两车 就很离谱就对了 我觉得这是怎么说一个品牌的幸运吗 这样子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它不会坏 那时候我的考量也很简单 我要最便宜的预算车子 所以就拿了这辆车子咯 然后驾了七年 到现在它还是 我觉得没有太 你上了车之后你觉得太过分了 老实讲我觉得它的状态很好 我觉得你顾车也顾到很好 不是 我在顾 我家里去 我家里在 我真的觉得顾到很好 因为我上来我感觉到 它的桌子也好啊 没有那种被塞伤的痕迹 然后轴车没有脱皮那些 很多时候旧车都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它在这辆车的材料 用料也没有讲很差的料啊 明明是一辆便宜的小车 确实 而且我没有听到很多杂声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start engine很大声 噢 这个真的这个真的 就这样子而已 对对对 以前我start engine会吓到小孩子 哈哈哈哈 它七年了 冷气也冷 柴油会走柴柴油会停 它作为一辆代步车 它很符合它的预算跟个性 对对对 它是这个当时后 我们不要拿当今来比较啦 因为当今四万多块 你已经可以买到Myvi Persona B-Segment的Sedan车款 嗯哼 所以我们以当年来讲 你这个预算 你也只能买到这一些车 对当年没有太多选择 没有太多选择 其实回想起来 我想一想 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资助的东西 就是我的家里是希望我 尽快可以把这辆车供完 就是供完 就是5年 最好就是把它cleared掉 我就说 你当时候我供这7年 然后一个月我要供差不多290多块 我头期放多一点点 OK 我们讲的7年前290多块 可能觉得有一点贵 我们现在300块算好 就是通货膨胀已经是高到 我一直都觉得说 公车稍微长一点点 我没有太在意 反正到最后那个钱 已经不是钱了 对对对 好无奈哦 通货到好高 生活好苦哦 这种痛苦没有人懂啊 没有办法下海出来做YouTube啊 所以 大家通街都看到这辆车 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是它有它的口碑 它的耐用性 大家都会喜欢它的保值也好 油耗又低 service又便宜 不要service也不会坏 对你看你都超过1万了 都还不会 而且引擎升还是很顺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台车其实对于一些 刚刚毕业出来啊 比较低预算 想要买第一台车 又是二手车的话 真的值得去考虑一下 如果讲了那么多好处啊 啊有看我节目的就知道啦 要吐一下是不是 要吐一下啦 哈哈哈 SIM哥在这七年里面 你觉得这台车 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 你最不爽 最讨厌 就是 当然这辆车就是 高松哦 就是高松 就 什么都是 什么都是高松的咯 外面的声音 就可能会 但是 它没有到那种 很让人接受不到的程度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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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这辆车还 比较起来还ok哦 只是你就觉得它很高松 然后 你的摇晃感啊 侧倾那些 哦 哦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啦 你买这辆车子 你要 哇很solid的啊 这辆车的车重应该几百公斤而已啊 对啊 好像是八百左右 八百左右 跟莲花跑车一样车重 哦 哈哈哈 讲到我都舍不得啊 哈哈哈 我自己个人也是有要吐槽的地方啊 就是这台车勒 我刚拿车的时候就已经发现 很多小杂生 但是你这台没有勒 也有可能是下雨啦 雨生把它盖过了 我那时候比较不开心的 就是因为我花了四万一千买了一台 高松到 Airbag也没有 ABS也没有 是 然后跑window是有坏的 哦 OK 我用不久它就坏掉了 哦 好惨哦你那时 对真的很惨 还可以还可以 OK OK 我的还可以 但是那个回忆啊 是很美好的 因为那时候讲真的 我们没有什么负担 我只需要工一台车 住家里用家里 然后时常都可以周末假日啊 就带女朋友去跑跑啊 那些时光啊 你不需要开跑车 你不需要开豪华车 是 但是那些回忆真的是很美 你最近有看到网路上有一个 有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的贴奖 哇 那个男生驾Vira 去载女朋友女朋友不要上车 那种 哦呦那种纹 吹水战啊 吹水 吹水 最多这种纹的 那时候我驾Viva 我的现任女朋友啦 我现任女朋友 喂喂喂喂喂喂喂 现在的老婆啦 她都可以接受我 然后也可以跟我一起到处去玩啊 上山下海 也没有嫌弃我的车 没有安全感啊 所以Viva 耐用保质啦 满街 通街都是啦 所以 如果你们想买Viva的话 现在就去二手车 跑一跑看一看 OK 了了这样多啊 这台车 我们一定也很想知道 它的这个 前座还有后座的椅垫长度 表现是怎么样啊 还有就是后座 那个椅背的倾斜角度啊 这是我的龙虎榜来的招牌菜 是 一定要做的 没错 这个前座的椅垫长度啦 我这样子做起来 如果我没有量啊 我敢讲 它的这个大腿支撑啊 是足够的 长度够 是长度够 因为通常我们对A segment的小车 就有一个概念 哇 这个大腿支撑一定是不好咯 因为它要把它看过啊 然后给你 拿空间啊 对 有空间感 可是其实量了过后我发现 原来它的这个前座的椅垫长度啊 是18寸多 很慷慨一下哦 我觉得很慷慨 18寸多的这个椅垫长度 在前座啦 对A segment的小车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啊 后座也是给我surprise 因为在这台A segment的小车 它后面竟然用了18寸的椅垫长度 18寸的椅垫长度啊 是比R Roost的第二排还要长 现在我们来量一下第二排的椅垫是几长啊 第二排椅垫的长度差不多是16寸半 恭喜你 你的第二排长度是16寸半 有standard就是不一样啊 马上就算得出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 不专业了 不专业了 别这样别这样 你东西拿出来就赢我的条件了 没有没有 真的我觉得有一个 有去stake extender真的做得很好 谢谢 这个后座的椅垫长度18寸 我个人是觉得 坐下去那个脚啦 大腿支撑点是有的 比较舒服 舒服 而且腿部空间很大 好像你这个前座 我觉得你的驾驶乘坐的 稍微前一点点啦 跟我可能也差不多一样 然后我坐在后座的时候 刚刚勒 我感觉到的是这个后座的腿部空间啊 也是足够的 所以我几乎可以把我的整个大腿 放在椅垫上面 长途驾驶来讲 没有问题 A segment蛮意外的 对意外 讲完这个我们来讲 椅背的这个倾斜角度啊 也是给我surprise的 它的表现竟然比Iris还好 oh shit 它的这个对 它的这个倾斜角度啊 是100.1度 比Iris还要来的好 还有什么字 Iris的这个椅背 是99点 忘记多少 oh ok 所以是被挤下来了 那个排名 可是Bezza 你还是在最后一名 所以这辆是一辆好坐好驾的 驾用车 它慢这样走走ok啦 老实讲 走highway还是比较怕怕啦 对 好像罗里经过旁边啊 你会有一点心惊丹战的 侧风的时候啊 侧风很明显 ok 会有一点飘飘的感觉 太轻了 当然如果你买一台 Air segment的小车 你也没有想要拿来当跑车跑啦 呵呵呵 顺顺驾啊 平安到家 还是最安全最好的方式啦 没错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先录到这里 如果你们对我的视频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知道如果你对这辆Viva有兴趣的话 想要了解更多 我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讨论 说不定会有车主出来一起留言 讨论这一台车 我相信车主还蛮多的 哦 肯定会很多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 小铃铛要跟它堵下去 还有不要忘记 iGarage的也要去订阅啊 它是我们的SIM哥 哇真的是第一次合作做影片 我们期待很久的这个合作 很难才终于有机会合一 终于有机会啊 而且这个影片不懂要剪到几时出来 哈哈哈哈 好啦 今天这一集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是阿豪ATS 它是iGarage的ASIM 我们下一集再见 Goodbye